新竹北浦的开发史上 客家族群的江秀鸾开设金广福肯浩 成为发展之初 后来江秀鸾侄孙江满堂 接续来到北浦经商致富 形成新的推动力量 后世依照江家来到北浦的先后差别 分成老江与新疆家族 在我们北浦来讲是说老江与新疆 老江它是开垦 新疆是发展商业 所以说这是一脉传下来的 一个开垦事业的一个基准 老江家族的金广福肯浩 老江贴水塘等许多老屋 身具历史价值 都已经指定成为古籍 但是新疆家族后代江瑞金 1947年新建新疆天水塘 却是没有古籍身份 面临保存危机 它就反映那个时代的建筑的技术 建筑的材料 建筑的工法 而且这个房子是一个绝后制作 也就是说这种传统这种建筑 以后都被钢筋水泥取而代之了 就再也没有这种勾扎厨的形态 可是它是绝版的台湾客家民居的双塘屋 新疆家族后代江一号 目前居住新疆天水塘老屋之中 负责照顾维护 希望申请古籍来保护老屋 但是家族内有不同意见 认为多数已经不住老屋 希望能够拍卖处分 我们为什么要卖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14个人都不住在这里了 所以上面你看白色地盘是 我们重新就塌掉了两三百万修货 修货以后二三十年来都没有一个人回来住 像这个天花板 上面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案 像一个乌龟壳的样子 这个乌龟代表长寿 过去老江家族的古迹 江阿新阳楼一度面临拍卖 后代子孙为了守护家族历史建物 集资购回并且修复 开始进行导览解说 成为江家家族之光 所以2018年修完毕以后 我们就开始对外开放让人家来参观 我们希望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些 过去这些家族的历史 最后我们怎么回来故乡 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很值得 让大家分享的故事 新疆天水堂目前在文资审议中 北浦能不能保留这栋历史建物 等待审议的结果